大家好,我接下来的分享是用中文的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在Gravium静态编译下 怎么样使用OT Java探针实现我们的一个应用的自动可观测 我是来自阿里巴巴Cloud的老子号 接下来我将分为以下四个部分对我本次的分享进行一个介绍 首先第一部分的话是背景 熟悉Java的朋友可能知道在过去十几年 Java凭借其比较好的一个平台意志性 然后在我们的一个企业级的应用当中应用的非常的广泛 但是对Java比较熟悉的朋友应该也知道 Java相比于一些其他的一个编译型语言 比如说C++然后Golong等等 它有两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不足 一个就是它的启动速度相比于编译型语言会比较慢一点 另外它的一个运行时的一个内存占用相比一些编译型语言也会较高 然后怎么样去理解这两个问题背后产生的一个原因 就像这个PPT右边的这个图所示 一个正常的一个Java应用 它首先在启动过程中它会有一个VMInit 会有一个虚拟机加载的过程 然后这个过程会有一些时间 然后经过了这个VMInit 然后它就会进行一个class loader 就会加载一些我们的一个应用的一个类 然后就像这个浅蓝色这样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加载了类以后 它就会对我们的一个字节码进行一个解释执行 解释执行过程就像这个浅绿色的这样 然后在解释执行过程中 它会有一个产生一些垃圾对象 这个过程它也会有一些就是garbage collection 就是垃圾回收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在运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我们的一个编译器发现 有些代码的一个执行的频率比较高 它会做一些像get completion 然后做一些优化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Java的一个程序 进行一个就是让它编译成一个 执行效率比较高的一个代码 然后具体的这些代码呢 编译完之后它就像这个声率式这样 所以说我们一个Java应用 从启动到运行时的一个性能峰值 它会经历的一个时间会比较长 相比一些编译型的语言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启动速度 为什么像编译型语言会慢的一个原因 然后另外的话 如何理解这个运行时的内存占用会比较高呢 具体来说就是相比一些编译型的语言 它会有更多的一些步骤 比如说像这里的虚拟机加载 然后还有像get编译等等 它都会用一些内存去帮助我们实现这个过程 另外呢 它在运行之前 它没有做一些优化的话 它实际上它也会把一些 可能我们不是必须要执行的一些代码 也会加载到我们的内存里面去 所以导致我们的运行时 内存占用会比较高 这个就是这两个问题 以及这两个问题产生的背后的一个原因 也针对上书问题呢 就是在大概十多年前 然后Oracle就是基于静态编译的这样一个技术 就是发布了Gravium这样一项技术 然后它能够将我们的一个加外语言 在运行之前经过一个静态编译过程 然后消除我们加外程序运行过程中的 一些unnecessary的这样一些步骤 然后让我们这个运行程序 像一些编译型语言运行 一启动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 一个运行的一个性能效果 然后这个下面呢 也是一些就是一些知名的一些微服框架 它采用了就是像Gravium静态编译以后 它的一个内存的占用啊 相比于它原来非静态编译时的一个提升 比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像一些知名的框架 它的一个运行时的内存占用 相比于之前的非静态编译的方案 它有的会达到五倍以上的 这样一个内存占用的一个降低 然后讲完了静态编译 我们就简单再介绍一下静态编译 相比于我们正常的加外语言的Gvm 运行过程的一些不同 像这个左边这个图 我们的一个Java程序 它一开始我们会经过这个JavaC的一个编译 把我们的一个Java程序编译成字节码 字节码以后呢 它运行过程就会被虚拟机加载 加载之后 然后就是去解释之行 再去做编译化 然后静态编译呢 它就是在这一步的时候 它会把我们的一个字节码 就是通过Nit Compiler的这样一个编译 编译的一个组件去编译成一个 跟我们的一个具体的运行式环境强相关的 一个Native Image的这样一个可执行程序 然后这个可执行程序 它就是可以直接启动 然后它是跟我们的一个运行式环境强相关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编译 跟我们的一个Gvm运行的一个差异 然后再看到右边这个图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是一个静态编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它其实描述的就是这一部分的这样一个详细的一个输入和输出 在输入部分的话 静态编译它会把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作为输入 然后还有我们依赖的一些Library 还有像GDK 还有像Substrand VM 这个是Gravium它里面的一个组件 它提供了一些静态编译时必须的一些运行时 然后把这四个部分作为输入以后 就会经过静态编译 然后编译之后 它会产生我们最终的一个Native Executable的 这样一个可执行的一个程序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静态编译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我们知道就是没有一个技术的一个营单 可能每个技术它都有它的优势和不足 然后静态编译其实也有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 就像这个PTT这里介绍的 首先第一点 它就会让我们的Java 我们知道我们Java程序 就是用了一般提供了比较丰富的一个动态特性 比如说像动态内加载 反射 GNR等等一些动态的一个特性 在静态编译场景下 我们的这些特性 它就不能像我们写Java程序那么轻松的使用 但是GRAVM也提供了一种方式 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一个动态的特性 就是通过一个组件自动的扫描收集之后 然后在编译的过程去把这些动态东西 给它编译到我们最终的可执行文件里面去使用 所以说它就是说让我们的一个第一点 就是让我们的一些动态特性使用 相比GVM场景会不是那么的一个容易 会稍微有一点点麻烦 然后第二点就是平台无关性 它就会牺牲我们的一个平台无关性 我们刚才讲了静态编译以后 它的一个可执行程序 它是其实跟我们的一个运行手环境是强相关的 不像我们的一个之前的Java程序 可能是写的一个字节码程序 然后拷贝到另外的机器上就可以直接运行 这一点在静态编译下 它其实是不支持的 但是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些企业应用 还相对来说可能影响不是那么的大 因为我们的企业应用可能一般就是固定的运行在云上 或运行在机房里面 可能不是总是去换运行环境 然后第三点其实也是最关键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 就是经过静态编译以后 我们传统的一个Java的一个生态的一些工具 比如说像一些监控工具 还有一些Debug的工具 然后它就不再直接使用了 就像这个图一样的 我们知道在可观测领域 像我们Java的话可以通过像Otel Java Agent的这样一个Java Agent 去给我们的一个应用 去做字节码改写 然后去采集我们的一个可观测的 像Trace Matrix Log等等的一些数据 然后传到Otel Collector 然后进行一个最终去做在Friend End去做一个展示 但是经过静态编译以后 因为没有了这样一个字节码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我们的Java的Agent不能直接被使用了 然后我们今天的方案呢 就是主要去介绍 经过静态编译以后 Java Agent不能使用之后 我们怎么样去有一个方案 类似于Java Agent一样的 让我们的一个Java程序能够在静态编译下 能够自动的去采集可观测的数据 然后就进入了第二部分 就是相关方案的一个介绍 在正式介绍我们的方案之前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先来简单讲一下 我们的Java Agent怎么样去 对我们的Java的一个应用 做一个自动增强 去采集可观测数据 就像这个图一样 我们的一个正常的Java应用 我们使用比如像Otel Java Agent 或者其他的一些可观测的一个方案 它其实可能就是通过这样一行命令 去挂载一个Agent 挂载Agent之后 应用启动过程中 它也会有一个premium的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在这个premium的阶段 我们就会去注册一些Transformal 对一些特定的类 就是我们探诊里面 我们Java Agent里面可能有一些买点 针对特定的类 我们会有一些注册一些Transformal 然后这些Transformal都是我们Java Agent里面写的 然后在这个第一阶段 我们premium 我们就会去做这些Transformal的注册 注册完以后 我们这个应用程序 就会进入到May函数的一个执行 在May函数的执行里面 当我们的Class Loader 加载到了一个特定的类 比如说像这里的类C 然后它就会触发 它的一个类C 对应的这样一个Transformal 它定义的一个Coleback回调 然后在这个回调里面 我们就会执行一个字节码的改写动作 去把我们应用程序里面的类C 转换成 比如像这里的C' 然后我们的最后 转换完以后 我们的一个类加载器 就会把我们的C' 作为最终的一个类 进行一个加载 然后去到我们的程序里面 去解释之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Java的应用 在Java虚拟机下面 通过我们的一个Java Agent 去做字节码改写 去实现比如说 可观测的一个能力 使用一些开箱机用的 但是在静态编译下 由于我们刚才提到的 字节码已经就不再存在了 我们怎么样去实现 类似的一个效果呢 实际上这个问题 就转换完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怎么样在运行之前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刚才这个字节码改写 是在运行过程中做的 然后怎么样在 运行过程中不能做 我们就只能在运行之前去做 所以说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怎么样在运行之前 对我们特定的一个类 做一个转换 第二点呢 就是怎么样在运行之前 让我们被转换的 这样一个转换完成的 这样一个类 能够正常的被加载 实际上就是 我们要这个方案 你需要去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然后针对上述的问题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 在运行之前 对我们的一个应用 进行一个 在GrawiM下 进行一个静态插装的方案 去实现 刚才我们就是 正常的我们的加瓦程序 在运行时 通过GrawiAgent 去对我们的一个程序 做字节码改写 实现可观测的一个效果 这个方案呢 它实际上 就是在我们的GrawiM的 这样一个使用的过程中 它的运行前的两个阶段 一个呢 就是pre-running阶段 和一个静态变异阶段 分别去解决上面的两个问题 首先在pre-running阶段呢 我们知道 就是熟悉GrawiM的朋友 可能会知道 就是说 为了去解决我们的一个 刚才说的一些动态特性 就是一些反射啊 一些动态代理啊 不能直接使用的问题 然后GrawiM它里面就提供了 一个Native Image Agent的 这样一个组件 然后它能帮我们 就是让我们的一个 Java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去挂载这样一个探针 然后它能够 给我们的应用程序 增加一些埋点 然后让我们的一些动态的特性 在使用的过程中 能够被收集到 然后让我们能够正常的 去使用一些动态特性 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阶段呢 我们就在Native Image Agent 让我们的Native Image Agent 和我们的正常的一个Java Agent 这里比如 就是我们的Otel Java Agent的 一起去运行 在这个过程中 运行过程中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Native Image Agent 它会帮我们去收集 就是转换Hordlay 因为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呢 我们的正常的Java Agent 会对我们的应用 做一些字节码改写 然后它会生成一些 Transfold Classes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通过这个组件 去把Transfold Classes去收集 收集之后 在静态编译阶段 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一个应用程序 我们的一个具体的Java Agent 还有我们收集的Transfold Classes 还有一些动态配置 作为输入 去做一个静态编译 然后编译成一个最终的 Native Image Agent的 一个可执行程序 然后这个可执行程序里面 不仅包含了 我们正常的一个 我们一个应用程序的 一个业务代码 也包含了 就是我们的一个 Otel Java Agent 对我们应用程序 做改写的一些 变化后的字眼码 然后直接运行这个程序呢 它不仅有 我们那个业务程序的一个效果 也有我们支入的一些 可观测的一些能力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方案 然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细节 每个步骤到底是怎么样去实现的 首先第一部分在Prorunning阶段 这个Native Image Agent呢 我们是通过对我们的一个 这样一个GDK里面 这样一个方法 做一个买点 然后他会去检测 这个我们就是方法 执行前和执行后 它的一个BitCode是否有变化 如果变化了 我们就知道 它实际上是 这个类是经过了 我们的一个Java Agent 做字解码改写的这样一个类 所以我们就要去把它变化后的 一个Transfold Classes 去进行一个收集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通过我们Native Image Agent 去收集一个Transfold Classes 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我们其实也发现 仅仅收集Transfold Classes 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的一个程序里面 可能不一定是说 有一些类是我们应用程序里面有 然后我们通过Java Agent去变化的 有一些类可能是我们在这个 程序运行过程中 动态生成的 所以说这些类呢 比如我们也需要通过 我们的Native Image Agent 去做一个收集 还有另外 比如说像Premain 这样一个过程 它实际上是Java Agent 和我们的一个GVM里面的一个概念 在我们的一个静态编译 GravVM里面 它其实是没有原生实现的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通过 就是Native Image Agent 去把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Agent 这样一个入口点 能够的做通过一个配置文件的方式 去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方便我们在下一个阶段 静态编译阶段 我们知道我们的一个程序的入口点 然后去做对我们一个程序 做一个静态编译 此外 如果熟悉 Otel Java Agent的朋友 应该也知道 其实Otel Java Agent 不仅仅对我们的一些框架的一些类 做了一些增强 比如说针对一些GTK的类 它也做了一些增强 以便于我们去透传一些trace的信息 然后这一部分 实际上不能完全 就是用Native Image Agent去收集 因为我们的一个Gravium的编译器 它本身也是一个Java程序 如果我们直接去对Java的GTK的类 做改写 然后这个其实在静态编译过程中 也会去替换我们的一个Gravium的编译器 它所依赖的一些GTK的类 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影响 我们的一个Gravium编译器的 一个运行式行为 所以我们针对一些GTK的类 我们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然后我们通过在Gravium里面 实现了一些注解 然后通过在JavaAgent里面 去把这一些GTK的类 基于我们的一个注解 去做一个增强逻辑的 一个重新的一个编写 然后让我们的Gravium 静态编译过程 知道就是针对哪些GTK的类 去做它的一个变化 让我们去避免影响 我们Gravium的一个静态编译的 一个行为 此外还有像我们的Gravium 就是Otel JavaAgent 我们知道就是为了实现 就是类的一个隔离 它其实有多种类加载器 但是在Gravium下面 它其实只有一个类加载器 所以说这个时候 要实现类似的一个 类隔离的效果 我们就是通过了像 比如我们通过了去 shed一些特定的类 让它能够不相互冲突 让它们达到一个隔离的效果 等等 这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方案 但是可能里面有一些细节 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可能也不一说 但是我们这些相关的一个实现代码 我们其实已经开源 然后贡献到相关仓库了 然后会后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做一些详细的了解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pre-running阶段 去做的一个类转换的一个过程 然后介绍完如何对我们的一个类做转换 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感兴趣 就是说怎么样让转换后的类 去替换我们的一个应用里面的一个原始的类 然后我们这里的话 具体就是有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通过class pass 另外一个通过module pass的两种方式 去做相关的一个实现 首先在class pass里面 就是如果在pass路径上面定义了两个不同的类 它们有两相同的一个全限定名 然后定义在前面的这个类 它的一个生效顺序是优先生效的 所以说我们在静态编译过程中 我们只要让transfer的classes和原始的classes 让它们的一个顺序保持在 就是让转换后的类生效的这样一个规则下面 我们就可以在静态编译的过程中 达到一个通过transfer classes 替换原始的classes这样一个效果 去实现在静态编译下 去加载transfer classes的这样一个目的 然后module pass 它这个是GDK9提供的一种实现 然后它的一个作用效果其实也是类似的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module pass 只去把我们要某个module里面要替换的类做一个替换 其实在静态编译过程中 它就会让我们相关的一个transfer classes去生效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方案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技术细节 然后下一部分呢 我就通过一个简单的demo来展示我们的一个方案 在我们的一个OT Java Agent的这样一个场景下是怎么样去运行 然后它怎样去产生一个可观测数据的一个展示 然后首先呢 我们这里是一个Spring Boot的一个应用 然后它有调用MySQL数据库 然后首先呢 我们就是去执行一个命令 然后去执行一个pre-running的这样一个阶段 然后pre-running阶段呢 它其实就是让我们的Java应用 跟我们的一个OTEL Java Agent 还有Native Image Agent一起挂台去运行 在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我们就会去收集转换的类 这里需要注意一点 就是我们的一个Java程序 正常的就是在pre-running阶段 就是GVM下面 它的一个运行时间大概是6秒左右 然后经过pre-running的这样一个过程以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本地的一个磁盘里面 我们就有一个目录 叫Native Config这样一个目录 然后这个目录里面就会存储一些 我们的一个收集的一些动态配置 就Native Image Agent这个组件 收集的一些动态配置 以及我们收集的一些transfer classes 都会在这个文件里面包含 然后可以看到这些 就是经过我们的一个 Otel Java Agent转换后的一些类 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 在我完成了一个pre-running阶段 我们就有了相关的一个信息 然后我们就通过刚才这行命令 我们对我们的一个应用 进行一个静态变译 在静态变译过程当中 我们会有我们的Java程序 我们的Otel Java Agent 还有我们刚才收集的 转换后的transfer classes 和一些动态配置作为输入 把它们进行一个静态变译 这个过程它可能会时间有一点点久 就是根据机器 但是我直接跳过了 静态变译完以后 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Tarkey的目录下 我们就有一个直接可指信的 一个native image的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呢 我们直接执行 我们就可以去运行我们的一个程序 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经过静态变译以后 然后而且也包含了 就是可观测的一些增强逻辑 我们的一个程序启动时间 变成了0.088秒 然后它相比于我们之前的6秒 它其实提升了快100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运行我们的一个这样一个 经过静态变译的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Torpe图数据被采集了 然后它的一个像trace 然后像span还有span attribute等等 这些信息都能够正常的被采集 然后能够在我们的一个控制台 进行一个有效的展示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基于我们这一套方案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效果演示 然后我们也测了很多的一个框架 比如像springboot Kafka Redis 还有mysicle等等这样一些组件 基于我们这一套方案以后 它在完全的采 正常的采集了我们的trace metrics等等数据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启动速度和运行时内存 占用相比于GOM场景下 都能够得到一个 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性能的一个提升 然后第四部分的话就是future work 然后在未来的话 我们可能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去做一些 进一步的一个优化 针对我们相关方案 第一个呢就是 会针对更多的一个组件 然后进行一个更充分的一个 完全的一个测试和验证 然后近期的我们也会在我们的一个 一些客户的场景里面 生产场景里面进行一个落地 然后第二点呢 我们刚才介绍了我们这个方案 其实是有两个步骤的 一个是pre-running阶段 然后另外一个还有 静态编译的这样一个阶段 我们未来考虑 希望把这个整个过程 两个阶段合二为一 然后在静态编译的过程当中 去收集转换号的一个classes 然后去做一个替换 让这个过程变得更加的一个简单 好 我今天的一个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然后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 您的问题就是说 针对一些大型的一个应用 这个方案是否是有效的是吧 然后这个呢 其实基于我们这个方案 就是针对一些大型的应用 假如说你使用了比较多的动态特性 就是可能说正常的 你在一个pre-running阶段 你可能你要让你的相关的一个代码 能够被充分的 就是被hint掉 就是被执行到 执行到我们就会采集 它的一个动态特性的一些配置 然后能够保证 我们能够正常的精彩编译 如果能够实现相关的效果 其实针对一些比较复杂的应用 这个方案其实也是有效的 首先这一点 然后第二点的话 你是说就针对一些大型的应用 它的一个性能的提升 是否是明显了 是吧 对 其实刚才这个 其实我们也测了 就是很多组件 刚才比如像有一些PT 这个地方 就是实际上我们针对了很多组件 我们都测了一下 基于这套方案的 它的一个性能提升 然后其实就是说一些简单的应用 它的提升可能是几十倍 但是一些复杂的应用 其实它的提升也是比较有效的 这个其实Gravium社区 它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证明 比如说一般 就是运行室内存 大概能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 然后将针对一些复杂的应用 它的一个启动速度 也能够提升5到10倍的这样一个效果 这个还是能够有一定的 这个是Gravium这一车 它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数据支撑的 我简单讲一下 就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Java程序 就是我们的Java Agent 它实际上是 就是针对我们不同的一个框架 我们会有一些买点 其实我们就实际上要测一下 这些买点是否有效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它这些Demo 这些Case 基于这套方案 它的一个运行时的一个性能 有没有明显的一个提升 主要是车这两点 所以那张PPT展示的就是说 假如说卡夫卡这个Case 我们的一个 比如说我们一个Springboard的应用 用了卡夫卡 然后它去发了消息 它去收了消息 然后它的一个基于我们Java Agent的一个探针 能不能基于上述了这套方案 能不能正常的采集它的一些凋链的信息 然后能不能采集它的指标的信息 然后采集了这些信息的情况下 它的一个运行时的性能 能不能有一个有效的降低 刚才主要是那个PPT 主要是展示的这些信息 是这样的 这套方案目前的话 我们现在是已经 就是整个方案已经开发 验证完毕了 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场景下 然后我们也是 把它相关的一个实现 贡献到了不同的开源社区 比如像Grawiam的社区 和Otel Java Agent的社区 我们也跟相关的社区做了一些讨论 然后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 另外的话我们近期的话 我们也在我们有一些客户 然后也在跟我们一起配合的 去在生产场景 去做一些相关的落地 但是生产场景的一些落地数据 暂时还就没有 把这个整个过程完成 所以说可能没有一些 生产时的数据 可以做一个分享 暂时 开源的地址 这个的话其实你可以 一个是在Grawiam的项目里面 就是PR里面 可以搜一下相关的 一个Otel Java 有点关键字 或者下来 我再跟你详细做一些介绍也可以 其他的 假如说一些其他的微服务框架 他可能假如说 要在Grawiam场景下用 他可能又有一些动态特性 这些动态特性 能够在进他边缘的过程中 正常被采集 这个事情其实是Grawiam提供的 这样一个 Native Image Agent 这个组件去完成的事情 其实这个还跟我们 今天这里讲的这个方案 其实还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只是用这个组件 增加一些买点 去收集一些可观测的 一个转换后的 这样一个类 你刚才说的那一点呢 实际上你要通过 Grawiam的Native Image Agent 这个组件去采集动态特性 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个问题 其实还是要通过Grawiam 我本身提供的 Native Image Agent去解决 对 对 实际上就是说 你正常的 你Build好了之后 假如说 你要去用这个 去采集可观测的一些能力 比如用 Java Agent的一些 你其实可能就要把 你正常Build的过程 就是实际上再走一遍 但是其实这个过程呢 你正常假如说 你的应用增加一个新功能 你其实你也要走一遍 这个过程的 对吧 但是实际上你就是 你说的 你的一个应用 你正常编译成 Native Image Agent 它实际上 它是用了一些可观测试的SDK 去实现的数据采集 还是说 嗯 嗯嗯对 但是它其实这里 这个问题提的比较好 我简单说一下这里 就是说OT它本身 它对一些组件 它提供了一些Library 能够去采集一些数据 但是这个其实它提供的组件 它是有限的 比如像Spring Boot 它提供了 还有像那个 日志的 它也提供了 但是它不是 正常我们Java Agent的 OTJava Agent 它支持了100多个 Framwork或者是Library 但是实际上 通过Library 这种方式 它我记得的话 应该是只提供了 4到5种组件的 这样一个 开箱机用的方案 所以说 针对其他的组件 你实际上 你没办法通过Library 去做一个可观测的数据采集了 在精彩编译场地下 所以说 我们这套方案 它其实是一个 更通用的方案 它其实是针对 就是OT里面 就是说 没有提供Library 剩下的100多种 组件的一个方案 其他朋友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没有进步的问题的话 那我今天分享 就到这结束了 然后大家 如果有问题 也可以线下我们 在沟通交流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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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